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飞哥 那接下来这边有一颗破荷糖 大家都吃过这种破荷糖吧 里面有个小孔 接下来这边有个筷子 我将这个筷子放进这个破荷糖里面 接下来这个破荷糖是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办法穿越过去的对不对 仔细看 在这个地方破荷糖在那边 321瞬间破荷糖就穿越去了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破荷糖如何穿过这个筷子的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就教大家 如何变这个模式的 那首先呢 大家在屏幕前面可以思考一下 是怎么变出来的 聪明的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破荷糖模式怎么做到的 我相信呢 屏幕前面的小伙伴 大概有50%的人应该猜到怎么做到的吧 其实问题呢 我告诉你 我在这个筷子上面 那它会出现在哪里 那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破荷糖 一看似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破荷糖 那其实上呢 它是一个魔术小道具 你看 当然一拉就拉出来 它是一个特殊道具 看到了吗 不是一个坏 这个模式呢 非常非常有意思 321 一拉 破荷糖就出来 然后你抛一下 感觉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真的破荷糖 做到了疑价乱真 好啦 喜欢更多精彩魔术记得关注我飞哥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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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